12月2日至3日 绞生联合吹号者施工 在绞生使命中心举办了抢救下一代特会 由郑立新牧师做主讲 陈志牧师及王大为牧师做嘉宾主持 特会反应热烈 实体及线上参加者超过200人 不少家长都带同子女一同出席 郑牧师表示 能够在纽约举行特会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更感恩能够与绞生合作 为建立下一代的属灵生命共同努力 依靠神的话语 抵挡世俗种种扭曲的价值观念 所以我们希望说 纽约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城市 如果纽约动起来兴起的时候 我相信这影响力会更大的 就胜利给更多的能力吧 让这两天的讲座能够带来更大的影响 现场参加者对郑牧师的信息深受感动 并愿意以行动作回应 把家庭化为宣教工厂 建立正确的圣经价值观 从敌人手中抢回自己的孩子 听完郑牧师的分享 我也觉得说 真的是很紧迫 时间是一个紧迫的 然后也愿意说去有一个行动 我们下期见